行销活动的思考流程及具体的行动 可从商方面来讨论包含的环境分析 锁定自家公司目标 还有策划行销组合 策略上有第一个 谁是你的销售对象 那也就是目标市场的选择 第二个 你要贩售的商品是什么 第三个 如何贩卖 也就是你的经营模式 第四个 在哪里贩卖 这是你通路的选择 第五个 你的价格如何订定 这是你的定价策略 最后 你要思考 你大概要卖出多少量 在战术方面 你要策划 消费者选择自家公司的实战策略 包含了策划活动的计划 还有如何去执行 第一个 你要思考 实际上能提高效率或效果的销售方法有哪些 你该如何去执行 第二个 如何让消费者的效果最大化 第三个 如何让自己公司的经济效益达到最大化